歡迎收看年初二的黃昏天氣節目 我是莊仙玲 看回香港今天雖然暖暖一點 可以見到大部分地區的最高氣溫 都有整十五十六度或者以上 但是大家千萬不要掉以輕心 因為寒冷天氣警告仍然生效 我們仍然受到冬季季後風的影響 香港今天比較多雲 看出去都是很多雲的情況 以及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也可以見到一度廣闊的雲帶 正在影響著華南地區 從雷達圖上也可以見到 我們附近和廣東一帶 也有不少雨 今晚和明天的詳細天氣預測 就是多雲 今晚和明早有幾陣雨和薄霧 市區的最低氣溫是十三度 而新界會再低兩三度 日間的最高氣溫大概是十六度 風方面是吹和換至清淨的 北至東北風 我們可以見到持續受到冬季季後風的影響 來近星期五和星期六的天氣都會比較冷 展望雖然隨後的一兩天天色會稍微轉 但早上仍然是寒冷 而且日夜的溫差會比較大 到下個禮拜初氣溫才會稍微回升 大家趁百年之餘 亦都記得關心理認識的長者 提醒他們做好保暖措施 祝大家都身體健康 心想事成 再見